好,人民力量又跟大家見面 今期我們請了林毓華卿,Peter 跟大家談兩個問題 一個早前都很熱門就是港台 找了一個政務官空缸 鄧銀光,黃河處長 接著出現聯署問題,大家都預料有問題 第二節我們會講講 人民力量正如在毓文所講,四面受敵 但是不是八面威風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待會見期 講開港台,其實早前政府委任鄧銀光 去港台的時候,大家都聞不到這個糯米 接著已經斬眼幾個月,突然間 不用去出手,名義上不用去出手 有一些高層人士,一些節目總監就開刀 這次開刀就很有趣 大家當初都想著,以一些去批評政府勁的人士 和有間接著可能會動 他一動,兩個一起動 買一送一 這個自由風和前些年代 兩個同時被開刀 兩個很資深 包括有一些拿過銀子經紛章的 拿過荷蘭水果銀子,都被動是這個炒柔 你怎麼看這樣的發展呢 我的看法就是,不是好像外界的反應那麼大 因為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 用合約聘用的方式 總有一天會要是分手的 問題是那個時間,當然來得 可能是對當事人或是對外界來說 好像有點急了 第二就是,究竟是用什麼方式 向這兩位同時講解 以及更加重要 怎樣向廣大的市民講清楚 為何不跟這兩位同時續約呢 例如說回合約的問題 電台是這樣的 不是公務員 甚至他們兩位不是合約的 非公務員的崗位 有些叫做節目的合約 是因為有節目才有你的工作崗位 我自己當年 例如我當自由風和自由風的第一個 是和楊吉在一起 第一年我兩個做的 當有毛孟靜的,其他人 我們都沒有用 但你們沒有什麼 牙齒印 你們都沒有什麼政治壓力 我沒有壓力 不過呢 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譬如當日 我和大班加盟商台 去做這個風玻璃茶杯 我上班之前 是和葉漢良總監講得很清楚 商台 我說我在隔壁 香港電台電視部 有一個叫頭條新聞的節目 我可不可以做 他答應是說 沒有問題 商業機器沒有問題 到現在香港電台 一個公營的廣播機構 他認為廣播機構 他有問題 他覺得我沒有必要幫你隔壁 去推廣或推廣 或者令你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不然呢 靜悄悄 又沒有人主動通知我 如果你說一般合約 一般節目的調整人士的轉變 大家清楚了解 這個我想沒有什麼人有意義 譬如你基於商業的理由 基於市場的策略理由 當然大家最關注和最針對的 就是政治理由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政治理由 政治即是說 他言論的取態 不是 我了解的內情 是裏面有很多同事 對周庸的作風 他對同事的態度 或者他對做電台的方式 是同事是不妥的 所以是有很多暗勇 是想他覺得他不適合做 所以當日 再推上前一點 就是他申請做這個 是廣播處處長 及及後 用那種方式來說 我以為所有是沒有學位的人 來去出口氣 整個這些所作所為 是跟香港電台公務員 是他們的習慣 是不同的 我沒有說哪個對 哪個不對 即是他們覺得這樣 是跟我們 不是同一類人 而事實裏面有很多暗勇 在過程裏面 所以在王華麒做處長的時候 經歷呈現出來 是希望做一個安排 令他離開早上節目的空間 但是王華麒沒有動手 現在你看到監製 但是梁家瑩出來 很勇敢地告訴大家 這跟處長沒有關係 那個處長沒有關係 是我們中層的節目 和制人員 是向上層去推薦的 如果我們說這個說法是對的 當然也不排除周龍哥說 處長仍有一個決定性的一票 下層或中層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人事有很多的推薦 那如果聽你說 買一送一 不是因為炒吳智深 而要動周龍 因為要炒周龍 而建設動吳智深 直接是這樣 你看回星島日報做一個建制的報紙 他們都有這樣的分析 即是吳智深是陪葬 對 他才陪葬 真的 真的 吳智深在裏面的同事 覺得他走多月前 對其他堅持所謂公共廣播角色 然後又說可以有一個編輯自主 都是好的 空間大 他們可以保守一些 但也保守 原來有人走多麼前都沒事 到最後他是OK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又不要當這件事 以為是終極 他還有演變下去 那當然就看看頭條新聞 會不會動 如果頭條新聞不動 可能就是 原來吳智深是陪葬品 這個就可能 更加成立 更加成立 現在他們都在做這個 是數碼聲音廣播的安排 實際其中一個我都覺得奇怪 如果你覺得 真的要給一個節目主持人 讓聽眾有多些發表意見的空間 你可以將這兩個老餅 放在數碼頻道 他現在有很多的節目 都在不同的頻道要重播 即是說 根本人才不夠 節目的品種不夠 那你有兩個 原來在現在的節目形式 不適合的人 還有這麼多年來都覺得他是適合的 至少在專業上 政治取態的那些 大家看你用什麼斜薄 不過如果你看回港台 當初向外交代和公佈 就說為何要終止 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用你兩個節目主持人 那個時候 可能個人的意見 變得太濃 這個跟一個兩個其實沒有關係 關係 你見到外國很多的電台節目 一個節目主持也好 他那個意見強到是無論的 比如有這個電台做節目 然後到衛星的聲音廣播節目 Harward Stern 雷細口 是很強的 所以一個兩個沒有問題 是吧 譬如我們網台一樣 在中晚的節目 一個兩個沒有分析 它永遠都是這麼強的 即使當時大班也是 你在這兒 你不在這兒也好 大班的意見也是這麼強的 所以我想 一個很不幸就是 解釋那個理由的時候 就是被人覺得 喂 你這樣說法 就是用兩個人 那個說法 由一個人去取代 就是沒有人成立 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相信 那個時間是錯的 以為呢 和兩位大哥 吃完午飯 那就流到呢 是明年才宣佈 大家都知道 在廣播上 影視界 有什麼是被蓋得住的 實穿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新署長剛剛上任 是吧 你說如果這個 黃華麒年代已經處理了 那些人就覺得 跟那個政治因素 相對地關係較少 是吧 所以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我們有一天吃飯 有些做企業傳訊 朋友都說 好東西喔 送一個大禮給這個新署長 那我就說 不是 你看回整件事 這個就不是大禮來的 這個炸彈 這個可能真的是 炸彈來的 這個政治炸彈來的 因為你跟著連串的發展 這個改變更加如你搏冰 你要更加小心 是 因為你這次決定 一個人事的改變 我想不少人事 不過我們在內 是吧 還有公眾都有一個感覺 咦 那個新署長來到之後 開始做這個政治的處理 有部分的人事 就很可能就會被這個 解除合約 他現在都說呢 是想給一些空間 是給一些新的節目主場 喂 這個更加不通 你梁家榮 不是啊 有些人仍然在 但是你那些最老病的在 是吧 那他就快退休了 喂 那你應該提早退休 是吧 你跟吳志森比大哥 你老去十幾十年 是吧 那如果你說要給一些年輕的 那你自己退居幕後 是吧 或者自己提早退休 你給一些年輕的做 是吧 是吧 所以很荒謬 還有那個節目的改變 是 節目每天都有 每天都可以改 還有可以微調 還有 今天我們要明白 我們那個觀眾的要求 他們是需要多些 我們現在是一個知識型的社會 我們要給多些背景 所以你看到現在 就算是一個封面的節目 也好 如果節目主持人 無論他自己 有沒有那些背景也好 幕後的人要幫忙 甚至乎現在的做法 或者我們後期的 我們的風波茶會都做的 監製盧浩 幫我們做了一些資料的整理 然後都說背景 很短很短的介紹出來 然後才到 兩個節目主持人出場 就說那個 那個就批評了 那個意見 這個就是那個內容和模式 另外有一種的說法 我聽到 都跟部分公務員 就是港台公務員 人士有關 就是覺得 部分 就是兩個其中一個節目主持人 那個薪津太高 原廚 就是課不對版 課不對版 課不對版 我給那麼多錢 你做個節目主持人 你根本分析能力又弱 說話又不吸引 是 是 就是做個節目本身 也都不覺得很用心做 是 就是很膚顯 是 是 是 就是整個節目呢 第一帶不起觀眾的討論 是 有時候會有的 有時候去講幾句 就是幫政府護航 那時候就激起民怨民憤 是吧 那就是你作為一個節目主持 第一 你很多的背後的理據 或者的理論基礎 就是相對對薄弱 那你以一個這麼高薪的節目主持來講 我想 不少港台 就是一些有能力的人 就是覺得課不對版 就是港台被人穩定 是 那當日為什麼要簽呢 你要問回當日 為什麼覺得他值這樣的銀麻 是吧 很簡單 要追溯當日的理由 那當日可能有些期望 我不知道 是 是 那你理解當初為什麼會簽呢 你這麼資深的傳媒人 很簡單的嘛 那你只是找人去抗爭大班 的早上節目而已 這個就是 就是 純粹是 商業電台當然要追求這個 是首事 啊 收聽 那當日 好像你所說 有人以為這樣 會有一個好的組合 你明白嗎 怎麼會 就是 那個能力也是相對弱的 是 是 你覺得而已 有很多建制派 可能是 幫忙去護航那些人 覺得 哇 很棒 所以有時候 它的價值就在那裡 唉 所以你看到香港很慘 你整天都是靈要奴才 不要人才 是吧 就是你由那些狗奴才 去捧一個 就是另一個奴才 是 奴才找奴才 就很難找天才 是吧 所以你的市場不開放 你那個管治階層 就是每一個的 就是 這個 闊的胸襟 就永遠 出來就是這些 就是所謂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今天呢 在我連台仍然是一個 政府的部門 然後他就說 我正在做公共廣播 騙人的嘛 如果你正在做公共廣播 你就不應該是一個政府部門來的嘛 政府可以撥一個錢 撥一個基金也好 或者每年撥款也好 沒問題的 自己營運 現在你不是 你是政府部門的 所以呢 既然那個是 偏制上 架構上 有這個 有這個 是不盡善之處 是令到那些 當事人 是很困惑的 那你政府部門 譬如你這個 審計署 也就是政府部門 審計署 不是政府部門 因為向特首直接負責 等於廉政公署 他不是政府部門 去得案公務員 那個是 給人工的計算方法 等於很多社福界都是 按照公務員的那個 那個是 薪酬的那個 社福界沒有了 社福界十年前被民主黨支持 那一筆個撥款之後 已經不跟 那又不一定是壞事 回到每個社福界 董事會 管理層 是不是很好善用的資源 說回那個港台新署長去了之後 和最近這個改變 你自己怎樣看港台的發展 跟著就 咦 即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你在港台突然炒了兩條人 這樣億大班 是不是 去那個台二月開 那你以為是他老友按鈕 是的 二月開 二月開的話 哇 你說台那些所謂 較為受歡迎的人物 或者較為多人聽的節目 即是突然間大換血的 你要建立一個新的觀眾群 要有一些時間 那不就是億大班 又不是的 這個說法又真的有些 有些是有漏洞的 是 等於呢 早生的人告訴我 最重要是乘行乘事 當大家 我們網上好 網上電台 網上視頻好 是有個小的 原來大家都要用手機 如果大家覺得 電台節目有沒有好聽 那你的新台是幫不到的 你反而是那個 那個大位 多些人聽 到最後就真的有個良性 如果你說靠這些旁門 去幫大班 你始終就留下了很多大量 的組織上的電力聽眾 因為不用我們自己認得 自從大班離開商台 自從動物離開商台之後 電台的收聽的人數 是一直持續下跌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低處未見低 如果是那個發展 你自己相對對是樂觀的 對這個廣播 電台這方面的廣播發展 因為本身聲音廣播 它是跟我們日常生活的流動 移動 我們現在喜歡的 甚麼都要mobile 甚麼都要近身 而電台的聲音是最好的 再加上現在的送話廣播 如果你自己的收音機 是有一個屏幕的 你可以看到 不是看到流動的影像 但你可以看到硬照的 今天發展有三個層次 三方面 一個就是傳統的大氣電波 一個就是新的數碼廣播 第三個就是網上 這三個你可以說是電台 也可以有視像 其實 原本我都看好網上的平台 但現在的電訊公司 開始說沒有無限的服務 提供的時候 或者他們醞釀這件事 這是對其他視頻和聲音的 網上的服務 是一個阻滯來的 這是市場的發展 例如你開始所說的 有些電訊公司 一改變沒有無限的 有無限的服務提供者 就會搶掉市場 假設他們不會有默契 又不會有合謀 政治壓力 唯一有機會合謀 九成是政治壓力 多於財政上 或者經濟上的得益 說回數碼廣播的發展 這三個層次 數碼、傳統的大氣電波 和網台 你怎麼看這三個發展的趨勢 第一個我們已經看到聽眾在萎縮 大氣電波 大氣電波 它完全是有一個不同的 實際它也是傳統的 不過你是用一個不同的接收 它的科技 令你不用四處去追台 如果你現在用手機聽手機 就煩死我了 我坐在巴士上 我回去新界 我是經過很多不同的隧道 不停要轉那個頻道 這是一個不方便 但如果將來同樣在手機上 聽數碼說過 不要這個麻煩 只有一個波段 一個波段 然後呢 現在這個數碼的波段 是讓我們有其他增值服務 你可以有影像 硬焦 這是不同的 還有我們現在 因為這樣的做法 我們那個是 大氣電波的頻譜 是可以用得好一點的 這個所以 第二的傳統 和第一的數碼 根本是一個 如果是好 一起好 一起壞 一起壞 港台早幾年已經試了數碼廣播 試完之後就停了 是嗎 可能基於那個 無緒問題 和基於那個 我想兩個因素 就是 回回剛才我提到的問題 是要叫做 那個叫做 成項勝死 是的 如果你沒有成項勝死 只有一個台去做 又或者 所以當日我也跟大班說 你拿AM台去死定 當然那個是入門監 入了門之後 就在那裡去催谷 成為一個廣播公司 去申請你那個 申請的數碼 當時大家都很清楚 他考過這段時間 他如果 不是有其他台加入的時候 我做甚麼時候買你的相機 現在變成你買 譬如買二三百元 一個最初 我們叫做 起步的一個 一個基本型號的相機 你是有很多頻道 很多頻道去聽 但當初去計劃 派新聞機那樣東西 似乎跟他當初的原意差很遠 當初是想著數二萬 十萬的新聞機是這樣派 他現在都說派 我不知道他派成怎樣 他當然是透過某些信用卡公司 其中一個做法 當初在第一階段 我們有份參加討論的時候 都是說透過商戶 是否透過石油公司 給駕駛人士 特別是的士司機 是當時的 的士司機小包 當初是 其實要設計過特別的新聞機 給到小包和的士司機 但當時我也有份 跟他們的士的營運商 有談過 商會談過 如果真的不給你 是免費的 你是否保證 不要人拿回家 你真的玩車來看 聽 你是否容許 某個銀行 某個信用卡 某個石油公司 某個油站 你是否願意 擺放過這樣的心機 但其他電台跟隨數碼廣播的部分 也不是很一致 你雙台、港台和這個 雙台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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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經常說 我們香港的英文水平是退 越來越退 我們退步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 聽、講、寫機會不多 我們要有這樣的 BBC的世界 World Service的頻道 是好的 到時又被文匯大公 強烈批評 沒有問題 現在有中央台 以前是一個AM 最初是FM 後來轉了AM平台 AM是很難收得它清晰的 地理環境關係 當然這個數碼廣播會將香港的電台發展 推向另一個新的領域 可能會令觀眾群的凝聚有所改變 當這個傳出現的時候 剛才你說的第三類網上的 無論是聲音廣播和視頻廣播 應該有一個大家可以互相並進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看網上的節目 或者聽節目 不一定要有電腦隨身 我們現在有些是平板式的電腦 甚至有些是小一點的這些硬件 甚至有些是先進一點的智能電話 全部都是立即收到的 這個科技的發展 當然令市民收聽更加容易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內容 就是節目內容是否令市民有興趣收聽 你現在看到 剛才你也提到 自從大班族民 包括你在內 你老哥在內 離開了商台之後 整個聽新聞機的人士是大幅下跌的 當然你有台新的節目 現階段都看不到有一個氣氛 有一個群眾的反應 是覺得有關的節目 或者有關的發展 他們是這麼關注的 但是在網上言論的空間 多樣化出現了 舉個例子 RTV是一個視頻節目 卿姐、毓民都曾經在我們RTV有固定的節目 原來每一個激點 是相等於有三個至四個的聲音下載 MP3下載 即是有人覺得 還是你那個在錄影室的錄屍 都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都沒有什麼其他背影的影像 我想聽那個言論 我就不如下載了 明天我上班的時候 或者我有空的時候我就聽了 反而我覺得 現在我們譬如說 那個傳統的廣播 或者沒有一個新的景象出來的時候 就是 既然有些人有這樣的空間 可以自己 有他自己的聲音的台 或者影像的台 在Youtube都可以 這些人有沒有去自我完善 有沒有改善他自己的 評論的角度 他自己表達那個說話技巧的形式 或者怎樣才知道能夠抓到 聽眾、觀眾的注意 當你的技巧不會配合的時候 就等於我們見到 自從十年前我們離開電台之後 仍然都是那些人在做廣播 新人是不出的 例如你看過去幾十年 由我自己小的六十年代開始 就是聽新聞機 電台時事評論和一些節目 那個的政治性是挺強的 你想回你六十年代的林彬 最後都被左仔用致死 好聽的 大丈夫就記了 然後過去幾年 近期的大班憂文 包括你老哥在內 那時就是兩支大炮 董建華下台都是因為這樣 你跟著下來 電台越來越多 數碼廣播之後 也都越來越多的節目 那你跟著 網台的發展也都更加多 那你覺得 在這個 詞牌的電台裡面 他們承擔那個政治的角色 或者他們自己定定自己政治的角色 在這個時事評論方面 會不會有一個趨勢 會越來越弱或者越來越少呢 是會弱還是多或者少 因為強和弱 跟多和少也沒有關係 好了 強和弱 要看回究竟民情是怎樣 始終做節目主場 做一個評論人 你不可以跟那個市民的呼吸 是不吻合的 人家不關心的事情 你繼續去開大炮 是沒有意思的 那我就轉台了 你說了 就在大電波裡 自己去自我滿足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說 我們做節目主持人 是想要抓得住那個市民的脈搏 然後你有一種分析能力 然後你有一種技巧 是令到他 經過你這樣跟他分析 跟他談話之後 他對那件事 好像是不一定的 好像是認識多了 而且他知道他自己應該 持有一個什麼立場 什麼態度 現在我見到很多 參加這些節目的年輕人 以為我進去 寫幾個影片 以為我可以吹半小時了 但就是他吹不到 原來去到的時候 當那個是搭檔 或者又不是一個有默契的時候 是表達不到的 這樣就浪費了那個平台 就是那個能力問題 你有些很資深 很高人工那些 都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有些要炒油 好 我們稍後回來就說 人民力量和主流傳媒的關係